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进食1.5公斤新鲜肝脏 充足的干净饮水 干净的床上用品 被子和毯子 由对象自己更换并每周清洗一次 小件奢侈品 青梅酒 月读物等 可以偶尔提供作为合作行为的奖励 在SCP-953处于置换状态中时 严禁由人员进行直接接触 因此 所有人员必须在密封门打开时 待在100公尺安全区外 食物和其他物品的传递由自动机器人协助进行 当受容失效时 可以使用枪支战时压制SCP-953 尽管如此 由于对象的特性 要避认SCP-953可能很困难 由于存物理受容措施并不足以完全控制SCP-953 新理受容措施也是必要的 因此 在前往SCP-953受容牢房的路径上布置开放式狗笼 最好是韩国真导犬或美国猎狐犬品种 SCP-953表现出对家犬的极端恐惧 并不会通过骑士公尺范围内 特别当犬类在吠叫或警戒时 SCP-953已经被证实对人类有敌意 且十分危险 并任何时候都应视为拥有武装 项目的移动必须处于至少6名武装人员的坚持下 项目最喜欢的杀人方法是使用徒手插入受害者的腹部 穿透浮腔 取出肝脏 并在之后吃下 尽管如此 如果时间充足 项目会慢慢杀死受害者 折磨并活泼受害者的皮 并且看上去似乎非常享受对一个活物施加痛苦的过程 描述 SCP-953是一只约8公斤重的雌性赤壶 在第26节脊椎处围绕着九根尾巴 然而项目拥有多种形态 可以转变成各种动物和人类的外形 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名性感的含义女性 项目的各种变化中研究显示出一些狐狸的特征 耳朵 尾 爪 眼睛 皮毛 声音 仪态 可以在项目试图伪装时通过这些特征辨认它 尽管项目会试图用衣物或者其他方法隐瞒这些特征 除了变形能力以外 SCP-953还具有中等水准的灵能 比如催眠和心灵感应 虽然不足以欺骗外部观察者 但一个被迷惑的对象会被欺骗相信一些错误的事实 包括SCP-953的本质 自己的本质 周边事物的本质 SCP-953过去曾在数个事件中使用这些方法 欺骗调查旅馆房间内尖叫声的警察 让一名母亲烧烤并吃下自己的孩子 在特工Rancy的面前对该特工未婚夫的尸体进行练世的行为 在Ansor.com 2 期间有系统的杀死27人 妇如一 先前历史 SCP-953与SCP基因会之前有过数次接触 最早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 在韩国的釜山 据记录 SCP-953六次逃脱 并被六次捉回 在各种事件中导致 明英基金会特工死亡 在他最后一次逃脱后 SCP-953有超过 年没有消息 直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皮茲堡2 年6月举办的Anstrocon2 中央移民受控童话会成员的身份作幌子突然出现 在被抓住前 SCP-953已经杀死超过20名工作人员和参加者 超过纪录上任何一次伤亡 数据尸体在旅馆的各个地方被发现 包括床垫内 挂在浴帘内 塞在受装内 被扔在人确房里 在旅馆宴会时被作为主菜 幸存参加者进行AGG消除后被基金会释放 在最后一次事故后 指定抓捕SCP-953的人员发现项目显得无尽打财 精神萎靡 且在抓捕中没有抵抗 结果显示没有更多伤亡 附入2 特殊紧急命令 由于无人项目的物种会导致SCP-953情绪激动 所有人员被告知在提到项目时使用Gumino 而不是Kizune 不明白区别人员可以对比切诺基印第安人 和新德里印度人的区别 欧武区 傅鲁三 原原编剧变更 Galek特工的死亡是不幸且完全可以避免的 任何当前或之前属于受控或者御宅群体的人 必须马上调去其他项目 他们对于项目的误解会导致他们放松警惕 当前 Kantraki博士不再被允许分派任何人给SCP-953 欧武区 傅鲁四 民俗控制措施 请做提醒 只派GICP-953的员工去遵守所有的项目互动指导 无论其看上去是多么奇怪或武断 记住 在我们到场之前 亚洲人就和这些实体互动了好几个世纪了 我们认为的童话故事 真是他们的特殊受控措施 欧武区 953采访A 重对于19年 在野外首次捕获SCP-953后进行的采访 以上就是SCP-953 简单来说 SCP-953是一只有九条尾巴的雌性赤狐 具有自由变化成其他动物和人类外形的能力 最常使用的外形是性感的寒意女性 它也能借由催眠让人看见幻觉 并且对人类有很强的敌意 喜欢折磨并杀死人类 原来953采访A的内容 是一名在SCP-953捕获行动中幸存的特工 在讲述他的经历 简单来说 一只小队在接收到目击情报后被派遣 目击者是一位老妇人 他看到了SCP-953正在吃他的卤牛 并详细地描述了SCP-953的外形 但这详细的描述也造成后面的意外 因为这名特工与另外两位特工来自不同的国家背景 但两个国家都同时有关于九尾湖的传说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但另外两个特工可能来自日本 关于九尾湖的传说很浪漫化 所以对于SCP-953的警戒性较低 而幸存特工可能来自韩国 关于九尾湖的传说都较为恐怖 在找到SCP-953后 SCP-953邀请他们吃饭 在疏忽或SCP-953的影响下 他们同意前往 他们被招待米饭和某种不明的肉 并在那里休息 幸存特工不曾经睡着了 起床后发现 其中一位特工消失了 并在树林中 看见了他在与SCP-953做某件事 虽然没有明确描述 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推测的应该是 口交 SCP-953接着咬断了特工的兴起 并且杀害了特工并挖出他的肝脏 幸存特工逃回屋内 SCP-953变身成被杀死特工的样子回到了屋内 并借此因其剩下两名特工的争执 并杀死另一位特工 幸存特工逃出房屋 看到他们刚刚使用的餐点 实际上是人肉 而米饭则是蛆 他最后成功逃回车上 拿到了火焰喷射器 并因此困住了SCP-953 从顾名有这个名称可以知道 SCP-953基本上就是来自韩国的九尾狐传说 中国、印度、日本都有类似的传说 韩国传说中的九尾狐会变形成美丽的女性 诱惑他人在吃掉他们的心脏、肝脏 或吸取他们的生命精华 英雄联盟中的阿里 也是来自韩国传说中的九尾狐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助手来的SCP-953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,拜拜